你到底是什么 贾伯 你倒是说话呀 贾伯 你想跟他说声啊 你怎么到心里才来啊 急死他了 你给我大腿蹲着 好好好 那大腿蹲着 说吧 你想跟他说声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是不是我害死的你 你和王主张的对话 我在天上都听见了 是兄弟就给我听好了 我听着了 在情感上 你是个闹祸 岳泰山的闹祸 但是在打鬼子上面 你绝不是个闹祸 你是全天下的大英雄啊 根本 那么 根本 你看我过不去一块 心坎上那道坎 我觉得 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王主任 或许你就不会牺牲 那是王主任啊 那就话赶话赶到那儿了 说的都是气话 杀害俺的凶手 那是小鬼子 你不用自责 家伯 我想死你了 厨子呀 我也想你呀 那是小鬼子 更加来啊 你去了忙住生当婆姨 用的是事情让你忙的 你每天 得给他做多少好吃的呀 爸拯救片汤 过油肉 肉勾蛋 隐蔽 可惜啊 我吃不上了 我吃不上了 等下辈子吧 下辈子 咱们一定还当好兄弟 那还是加班 你还是柳厨子 你给我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让我吃个够 小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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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你得听个说下去 你别动啊 你说他咋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他咋就喜欢上林团长了 那我之前跟你说 如果他嫁给林团长 那就给他们烧一辈子的饭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这是不可能的 那是在撒谎啊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再跟他说一句 你 终于是被就回去了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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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哥 我来看你吧 你咋来了 团长让我给脚班同志上坟 我还以为你是来寻仇的嘞 寻仇 你被处分的事我也听说了 看你这身穿戴 假扮冯参谋长这件事 是我对不住你 你哪只眼看见组织上疤我 这笔账 是该给你算清楚 煎炒膨胀 我等着你 来吧 动手啊 那我不得又犯纪律啊 那你想怎样 我们团长的命 是你从鬼子手里抢过来的 咱俩的恩怨 就此打住 这话说得爽快啊 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呢 你咋跟个国家老太太似的 那么磨叽呢 没说完你接着说呀 别再搅和团长和王天哥的事情 否则 咱俩总之 你干什么 你跟我的恩怨是算清楚了 你跟假扮的恩怨恶 今天也得给你算算清楚 我跟假扮的恩怨 假扮的脑袋瓜子不能白挨那一下吧 你说这事啊 行 那咱俩就比试比试 要是我输了 我就在我自己脑袋瓜子上来那么一下子 你要是输了 你就乖乖给我站在一边去 别妨碍我祭拜小大哥 行 那你还出个道道来吧 好 那咱们就比瞪眼睛 咱俩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 谁的眼皮子要是动一下 就算输 就这个 笑声 行 那你就等着脑袋瓜子上挨那一下子吧 是 是 来 来 开始 林团长 您确定 要把赵长盛留在游击大队 说句心里话 我还舍不得呢 明年开春之后 鬼子一定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你们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 展开好特训 游击大队能跑 能躲 这都是好事情 首先解决了保存实力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 要学会怎么消灭敌人 赵长盛在这方面 有着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 我相信啊 在这次特训之后 游击大队 战斗力会有显著的提升 为之后 扩边 乃至成为根据的主力部队 打下坚实的基础 报告 林团长 你快去看看吧 赵长盛要跟刘春说打架 没事 要出事早都出来 你去看着吧 有情况再来报告 是 看来这次赵长盛跟刘春说 是针尖对美吗 那一鸣看谁会赢呢 这个我可不敢妄自判断 但是赵长盛肯定不会输 来 这再瞪了 这眼珠子都得掉到地上啊 是啊 要不我上去劝劝劝 劝劝 没看到这架势吗 这是不把对方 脚把摇到肚子里 不会罢手 你这会儿上去劝 你不是找挨打吗 行行行行 怎么走 怎么了 这不算啊 有风 有沙子 行行行 贾大哥 我来祭拜你 要不是 你带着游击队 三四十个弟兄们 在小风里坚守了三四个小时 其实我赵长盛就是咱八路的罪人了 大大哥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放在这儿 等我赵长盛壮烈了 我也埋在这儿陪着你 建立 这刘传说输了 你反倒是心情不错 这个刘传说啊 本来我以为中心县尾 没人能治得了他了 现在看来 让他吃吃苦头也好 那这样 你帮我把他请过来 你请他 为什么呀 我这就要走了 走之前 总得请我的救命恩人 喝顿酒吧 说得也是 那我去叫他 春风得意啊 什么叫春风得意 最近 跟王天哥相处得不错 我都听说了 王准说他爱上你了 真 你知道什么是爱情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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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跟我演戏了 你马上回去总部了 走之前 把你们的婚事办了 别 别 别 不行 怎么不行 组织上 还没有批准呢 不是 组织上 那把遗物交给王天哥 这就是组织态度 行 行 行 那我不跟你说这样了 好 老蕾 你啊 好好准备准备 这天是给你办了 我走了 不 哎 老蕾 你就等着当新年官吧 刘班长 这儿去哪儿啊 林团长请个喝酒去 刚请了你还请了我们 请了你们 喜酒嘛 人多才热闹 谁来喜酒 当然是大队长和林团长的了 不然 我们这是干什么呀 喜酒 输给赵长上了 我没输 是他使上 他站在了上风口 那我只能站在下风口 我提醒你 以后吃亏上当的日子 还多着呢 你别小看赵长盛这三个字 当年 他在陈北打游击的时候 那也是个混世魔王 从今往后 他要到你们游击大队工作 什么 要盯着我 别说那么难听了 是得有人看着你 虽然兵折鬼道也 我劝你 那些歪门穴道的脑筋别动 尤其是装神浓鬼 对 林团长 你要看着我 都懂 大家都是汉子 没必要拐弯抹角 行吗 来 喝酒 大夫说了 我还没痊愈你 酒不能喝 你自己尽兴 我尽兴啊 我看你把我灌醉 是你自己尽兴吧 我陪你 你喝酒 我喝醋 行吗 行 来 来 来 还是这个酒带劲儿 比上次那个什么福佳佳强作了 富也不错 一口下肚 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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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 还是人逢喜事 精生爽吧 你这话还真说对了 我这伤啊 马上就要痊愈了 我又能带兵打仗了 你说我不应该高兴吗 喝一口 再来 这样喝没意思 换种喝吧 那你说怎么喝 吹瓶吧 醋 敢不敢 来 来 咋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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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书记 我刚从小马庄回来 你有事情找我 对 林露霄同志即将回根据队总部 我想在他回忆之前 把你们的婚事绑 啊 婚事 对啊 你不是说 你爱上林露霄了吗 我 我没说过呀 还需要我给你找个证人吗 我 进来 怎么回事啊 说呀 说呀 你看 你平时挺能说的 你现在哑巴了 说就说 大队长告诉我 他爱上林露霄了 你 怎么样 怎么样 陆书记 您误会了 我 我没有说我爱上林团长 我说的是 我可能 我应该能爱上他 这不都一样吗 这意思当然不一样了 我 怎么 我知道 这女孩子脸皮薄 不好意思 我已经派人 把老林请来了 让她当面向你求婚 我 好 老陆 我正和刘川说喝着酒呢 你找我有事 赶紧的 什么赶紧的 赵华那根求婚的 我找他求婚 你别瞎闹 我都跟他说好了 赶快 我一大老爷们儿 我找他求婚 这何事嘛 行了 行了 我这腿 快快快 怎么喝成这样啊 没醉 喝不了酒就别喝那么多嘛 看见林团长没 林团长啊 这会儿应该已经入洞房了 入洞房 对啊 你这是干吗去啊 找手榴弹 是要炸新房吗 别冲动啊 别冲动啊 别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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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冲啊 都给我清好了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扯了 不让我炸了新房 放开 放开 别发酒疯 注意纪律 纪律 纪律 纪律是个圣啊 老子今天要炸婚房 听见没有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扯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赶紧扯掉 快点 扯了 扯了 好了 都已经扯掉了 把水榴弹给我 好啊 好啊 假的 热啊 小心烫 那个 你先说 还是你先说吧 好 好 如果有一天 你已经满病白发 我希望 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会是我 林团长 其实 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 我应该 我应该 我应该能爱上了她 这种应该 大概 就像花儿应该在风中飘荡 林团 应该在空气中摇曳 可是我心里又有另外一个声音 她在跟我说 我不能因为应该能爱上了 所以就去爱 我也不知道这样说 你能不能明白 我知道 这件事发展到现在 都是我的责任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那么担心 我应该在见你第二面的时候 就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的 错不在你 就算当时你跟我说了 我也不会停的 如果爱上你是错 我不愿意对你 如果对是离开 我愿意错一辈子 郭叔弟 不是 出大事了 林团长 王队长 你们还坐得住啊 怎么了 是刘传说又捅娄子了 要炸你们的婚房 好 我去看看 沙队长呢 在里边吧 屋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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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闪开 放开了 你 我今天一定要进去 那我告诉没有 都已经撤掉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大人长 好 你们不让我进去 我今天就有声说声 我就是爱你 我就是喜欢你 我认定你就是我的朋友 这个事儿 游记大队 中兴县委 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这帮人是怎么看我的 他们就认为我是癞蛤蟆 想吃你这个天鹅肉啊 癞蛤蟆咋了 我就是癞蛤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一个一个 头都看不起我 他们都觉得 你都应该喜欢让林团长 你要嫁也应该嫁给林团长 大队长就应该嫁给林团长那样的 大队长 大队长 你听见了没 他们看不起我 他们说你要嫁 就应该嫁给林团长这样的大英雄 没没 听说 不是不是不是 可是我根本没想过要做生大英雄啊 我就是个厨子 要不是小鬼子祸害咱国家 我是不会放下场上拿起枪的 大队长他喝醉了啊 说那都是醉话 自从我第一次在太阳城看到你 我就喜欢你了 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婆姨 癞蛤蟆咋了 东勇还是癞蛤蟆 不也取杀了尸女吗 我不怕人笑话 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根本不喜欢林团长 你不喜欢他就不能嫁 咱们共产党 讲究的是人人平等 对对对 所以你要嫁 也必须嫁死你喜欢的人 千万不能让自己受委屈 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我 别看不起我啊 别看不起我 什么样子 你让开 把他放开 大队长 刘传说 你不是来闹事的吗 嗯 我告诉你 我可能会试着和林洛霄同志谈恋爱 啊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可能我也会爱上他 这婚不结了是吧 陆书记 这都是您一手安排的好事 哎 哎 哎 都过来扯了 扯了 哎 丑叔 我跟你没完啊 我告诉你啊 这是你是吧 林洛霄是吧 老林 真没想到啊 这件事会闹成这样 不怪你 所有人都以为 只要顺水推舟 这件事情就已成定局了 但是我忽略了 王天哥同志的感受 他毕竟是个女同志 接受我 那需要时间 但是你放心 我有办法 让他爱上我 刚刚 我去看我假扮了 你去看假扮了 假扮这件事情 有钱门多啊 说具推行致富的话 如果换多事物 只得三四十名游击队员 跟鬼子装备机养的两三百人对抗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更何况 他坚守小风铃三个多小时 那假扮他就是英雄 他们也都是英雄 只要能用满腔热血 捍卫祖国领土的人 哪怕他只是匹夫 他们的名字 将永远眷刻在 祖国的记忆当中 我们一定要让 长眠地下的英雄 得到安息 是不是心里边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道说什么 与其这样 不如 不如什么 不如我们红颜传说 你不是说过吗 你会试着跟我谈恋爱 对吗 团长 你干什么 团长 听说你又走了 太好了 我做了一点千层饼 给你路上当干粮 谢谢 你是不是瞎了 我们团长谈工作 你赶紧走 谈工作 你瞪着我 我瞪着你 你们猛虎团 就这么谈工作啊 你要再这么说 我抽死你 好了 兵也送了 你赶快回去吧 汪主任 你们一会再谈 我先说两句行吗 团长是这样的啊 这个 蛾喜欢王主任 她即使喜欢别人 蛾也隔着她一辈子 她去哪儿呢 蛾就去哪儿 臭不要 跟你有关系吗 刘传说 胡说八道什么 没事 我都想听你 那我就说道说道啊 昨天呢 蛾是醉了 但是今天呢 蛾非常清醒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喜欢王主任 她即使喜欢别人 我也决定跟着她一辈子 保护她一辈子 她要嫁人呢 蛾也不拦着 但是那个男人 必须过得了恶这关 这个男人 必须把她碰在手心上 定在头上 若是敢欺负她 或者 让她掉一滴眼泪珠子 就算是天王老子 蛾也打了她满地找牙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说 我是说如果啊 我跟王天歌同志 结为夫妻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 琐碎的事情 我要她掉了眼泪 你就要找我算账 是吗 算账 不准确 是拼命 本来是毛坑里的石头 还真把自己当成 呛锅的葱了 你说什么呢 有传说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 只爱过一个女人 我也只会爱一个女人 那就是王天歌 我绝对不会让她 掉一颗眼泪 我会用我的生命 保护她 你喜欢王天歌同志 那是你的权利 如果说 你天天在她身边 嗡嗡地飞来飞去骚扰她 那我可就不饶你了 团长就是团长 骂人不带脏子 这儿厉害 听她说 你说话的时候注意点 你要是再这样 小姐我开枪蹦死 你小子废话真多 咋的 想练练呢 练练吧 行了 吵什么 林团长 你回去吧 我答应你 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等着你的来信 保重 不送 团长 慢走 后会无期 组织商对你的审查 已经结束 简由你继续担任 游击大队大队长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会挑好制服担子 好 坐 下面呢 我们谈一下 游击大队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这是特训具体科目 刘传说 担任游击大队参谋 刘传说 担任游击大队参谋 是啊 这是老林的意见 我也赞同 那要是组织上的决定 我没有意见 准备奸细的工作 你要抓起来 我知道了 这是林先生 是 是 在北平的学校 时 大队参谋和小田家 之后 中国事件勃発后 大队参谋 大队参谋 家族和家族 都回到東京 快点到电报 北兵建平司令部 大队参谋 大队参谋 的名字 司令部的名字 这些照片 待会儿 ioè 小达 我要交代你个任务 什么任务 你过来 知道吗 既然你也怀疑潘石姐 为什么不把她抓起来 注意你的用词 不是怀疑 是真别的 林生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看见派人节了吗 您看见 看胜哪 岳看胜 听说大队长恢复工作了 那她的心情应该很好吧 心情当然好 还告诉我 世间本无事 用人自扰之 这 胜一脏 意思就是 你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 从今往后 她视而不见 还有事 林干事 你这儿童团 怎么画着小鬼子的钢盔啊 画错了吧 邵队长 小兰 按照你说的 我试探了潘世杰 可是她没有任何反应 倒是林生 反应有些怪怪的 那你就策略打听一下 看林生家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是 还有 刘传说缠着我打听你的情况 我没给她好脸 吃了中饭以后 让她到大队部找我 是 走吧 报告 进来 大队长 您找我啊 大队长 对 现在说一下对你的工作调整 好 这也是林团长的意思 他让你担任游击大队的参谋 落实到游击大队 参谋的任务就是协助大队长 制定好作战计划 搞好部队训练 好好 太好了 报告 赵长盛前来报到 赵长盛同志 请坐吧 请坐 请坐 坐 谢了 刘参谋 你也坐吧 快去 好了 现在 我来说一下会议的内容 报告 你有事啊 游击大队 虽然不是咱们根据地的 主力部队 但是也受到党的指挥 我觉得 游击大队的每一名同志 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战如松 坐如钟 而不能像这位同志一样 松松垮垮地坐着 把他门开 抬头 挺胸 牧师前方 下子飞了 走着 瞧 有你哭爹害娘的时候 我等着呢 好了 现在我来宣布两项任命 第一 任命刘传说统治 为游击大队的参谋 第二 任命赵长盛统治 为游击大队的军事教官 专门负责这次特训 你也有事啊 你也有事啊 既然我现在已经是参谋了 协助大队长您工作 大小也算是个干部来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弄一身军装啊 你听好了 是协助赵长盛同志 搞好这次特训 游三茂 到 到 明早八时 游击大队特训 将正式开始 是 同志们 今天晚上咱们都少吃点啊 别吃太多 吃太多这些东西啊 咱都翻不过去 赵长官 这些都是这玩意儿 这些东西 也要是 濒助成 现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其实看我 那我可以 就这个东西 我去 我去 这些东西 就和我 就和我 这些东西 我先告诉你什么是标尺 那得在训练场上 泥里爬 火里烤 得活生生的八层皮 你长得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呢 怎么摔的啊 都是一副烂一项 所以才选你 行啊 赵教官 你这是公报私仇 不敞呀 公报私仇可是你说的啊 我敞不敞亮跟你没关系 行 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说 特训结束之后 我要跟你掰掰腕子 我们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 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我把我的脑袋拽下来 让你当球踢 有传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在这儿教你的 是杀敌本领 不是让你撒泼斗狠的 我告诉你 这儿亏了是游击大队 这要是我们猛虎团 我现在就扒了你这身皮 不服气是吧 不服气就把自己的真本质 在这儿拿出来 是骡子是马 你给我拉出来溜溜 把耳朵给我竖起来 基础要领 我只说一遍 行 好 预备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